17号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2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 有外媒评论称 随着防控措施的优化调整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明显加快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2022年中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稳住了宏观经济大盘 充分表明了中国经济韧性强 潜力大 活力足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近期不少国际投资机构认为 随着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 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出现持续快速的提振 相信随着中国疫情防控转入新阶段 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将不断积聚增强 深化改革开放的红利将持续释放 新一年的中国经济必将呈现整体好转 实现更大发展 为世界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感谢观看